这期继续讲职员第88篇,不是我要一意孤行,我只是想带走郑光福而已,我们市局也在调查他犯罪的事,而你们来历不明,他必须由我们带走调查。 张青阳眼珠子转了转,我也不想计较你们冒充身份一事,但你们不让开,别怪我的人不小心伤着你们了。 谁说我们是冒充的,你压得连看都不敢看,就血口喷人。 陈青文气得一佛升天二佛出窍,张青阳不看他们的证件,嘴上却死咬着他们的身份是假的。 别理会他们说什么,把那门给我撞开。 张青阳下了命令,嘶的一声,张青阳突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全场更是一片寂静,长盛军突然拔出了枪,那黑洞洞的枪口就指着他。 张局,我们的身份是真是假,相信你心里是有谱的,既然你不认,我们也没办法。 但我明确告诉你,正光福,必须留在我们这,这是我们不理办的案件,你想到刑逆施吗? 长盛军面无表情地盯着张青阳,他也是迫不得已,都是一个系统的兄弟,若不是没办法,谁也不想拔枪相向。 枪口,是对准犯罪分子的,不是用来对着公安战线的兄弟。 你静,竟然敢动枪。 张青阳声音都有些变了,长盛军显然是发狠了,但他张青阳也不是吃素的,仅仅只是待住了片刻,张青阳也咬牙道,去把门撞开,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开枪。 长盛军脸色难看,这样的局面是他没有想到的,如此激烈的交锋更是始料未及。 事情发展到了这地步,张青阳依然要坚持将正光福带走,长盛军可以想象,张青阳已经彻底陷入泥潭里而不可自拔了,他和正光福完全同流合污了。 张局长,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吗?上面责问下来,你觉得你能逃得了责任吗?为了一个犯人,值得吗? 长盛军态度软了几分,他的确是不敢开枪,拔出枪只是无奈之举,想起个震慑作用,希望张青阳能退走,但张青阳不吃这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别以为冒充不理的人就可以吓唬我,只要我们市局没有收到上面的文件,我就不会相信你们的身份。 张青阳咬紧着这点不放,两人打着口水仗,吴鹏飞指挥着市局的人像是坦克推进一样,愣是用人数上的优势将长盛军他们往后挤,一点点地靠近正光福所在那个房间。 如此较近了十多分钟,张青阳这边的人终于找来工具,将门给撞开。 房间里面就两个队员看着正光福,这会见这么多人冲进来,两人挡在正光福前面,但徒劳无功,正光福一下落入张青阳的手里。 张局长,你会为你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长盛军咬牙切齿,你现在放人离开,今晚的事,我们都当什么没发生过? 我们只是在履行一名人民警察的职责,正光福犯了罪,我们市局已经立案调查,必须要带他回去,至于你们,身份不明,谁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没追究,你们一个绑架罪就不错了。 张青阳一面大意凛然,一面倒打一耙,他就认准了一点,没有上面的文件,他就能信口词黄,后面自然可以再找借口辩解。 如果我们的身份是假的,那正像张局长你说的,你身为一名人民警察,还是高级警官,你就放任我们不管。 我想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我们也给抓起来吧。 长盛君冷笑,我没时间跟你浪费口水。 张青阳留下了这么一句话,便转身离去。 转身的时候,张青阳和正光福两人眼神交汇了一下,两人眼里都有深深的隐忧,但也暂时松了一口气。 看着张青阳坐上警车扬长而去,长盛君气得狠狠地积了下墙壁,手上甚至都忘记了疼痛。 一辆警车上,正光福和张青阳坐在一起,手上的手铐早就被解开,正光福担忧道,张局,那伙人真的是不理下来的,我看这次是麻烦了。 不是麻烦,是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张青阳眉头紧锁,很是不解地看了正光福一眼,你怎么会被不理的人盯上? 谁他娘的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一直在南州混口饭吃,也没到外省去祸害别人,不理的人怎么就盯上我了? 正光福同样是满脸苦笑。 张局,郑总,那现在怎么办? 他们是不理下来的,这次可不比往常了。 我们想使劲都没地方使劲。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吴鹏飞同样皱眉道,皇冠娱乐呈在他的辖区,他收了正光福那么多好处,现在也跟着头疼起来了。 你问我怎么办? 我现在也只能说凉拔。 正光福摊了摊手,做出一副无奈状,猛得又感觉头有些眩晕,眼睛瞬间都会迷糊掉。 今晚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感觉了,只要激动或者是烦躁的时候, 这种感觉就会来。 但一下就好了,正光福也没在意。 张局,你刚才用咱们也在查正总的借口搪塞他们,那是不是要真的查? 吴鹏飞转头看向张青阳,现在想当没事发生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想掩盖也掩盖不了。 长盛军疑惑既然是不理下来的,那他们要查正光福,肯定还是会接着查。 今晚是把正光福抢回来了,但后面的危机还存在,而且更大。 查,而且要严查。 张青阳沉着一张脸,他从坐上车子后,大脑就已经开动起来,寻思着如何应对。 他一要保证光福,二要尽量让自己受到的影响最小。 那要怎么查? 吴鹏飞纳闷地撇了撇边上的正光福一眼。 老郑,你不能待在南州了,你必须马上离开。 张青阳转头看着正光福。 离开,现在。 正光福质疑地看着张青阳,张局,你让我这么仓促走哪去,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老郑,别准备了,再准备就来不及了,命都快没了,你还要你那些产业干嘛? 张青阳哪里看不出正光福是在不舍什么? 老郑,你听我的不会错的,我相信你肯定有在国外为自己存一笔钱的,你在南州的产业没啥好留念的。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离开南州,然后我也会想办法尽量帮你离开国内,你躲到国外去。 张局,正总现在在我们这里,刚才你又是以调查正总犯罪的借口搪塞那帮人,要是正总在我们手上消失,那我们日后很难解释啊。 吴鹏飞赶紧说了一句,意识到正光福就在旁边,吴鹏飞忙尴尬地笑了笑。 郑总,我的意思不是要把你控制到手里,只是觉得张局说的方法还不是很成熟。 谁说我们要直接让郑总离开了? 张青阳摇了摇头,办法是想出来的,而且郑总不是从我们手上离开的。 他是自己收买了狱警后越狱逃走的,你说跟我们有关系吗? 妙呀,张局这方法太妙了,到时候推出一两个狱警来顶罪就可以堵住别人的口了。 一直在开车的曾江涛大声叫好,还是张局聪明。 吴鹏飞同样是附和着点头,这会还不忘再拍下张青阳马屁。 此刻唯独郑光福一脸阴郁,郑光福不是不清楚张青阳这么做也是为了他好, 但白天还风风光光的他晚上却是突然要面临跑路的局面,郑光福心里不甘心, 突然之间的反差太大,以至于郑光福连仔细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他现在就必须答应下来,而且要在张青阳等人的安排下, 立刻就离开南州市,从此开始亡命天涯的生活。 当然,如果他在最短时间内能顺利离境, 到了国外自然不用再过躲过藏藏的生活。 郑总,不会还是在舍不得你的那些产业吧? 张青阳瞥了郑光福一眼,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 说抛弃就抛弃,任谁都无法看看。 郑光福摇了摇头,也不否认张青阳的话, 虽然也没拒绝刚才张青阳的安排, 但他其实还想着是否还有可挽回的余地, 张青阳他们没有办法, 可他并不仅仅只有张青阳这个靠山, 他在省里还有一个大靠山, 是省里的一个实权人物, 就连张青阳都不知道是谁, 这条关系一直都被郑光福保密得死死的, 是他用来在关键时刻保命用的。 这一次,张青阳发挥不了作用, 或许省里那位可以。 老郑,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洒脱的人呢, 没想到你在这种时候还这么婆婆妈妈的。 你要想想,命没了就啥都没了, 你钱再多都没用, 但只要你还在, 日后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不是, 游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吗? 相信以你能力的。 到了国外, 照样还是能混得风生水起的, 就算不能, 在国外享清福也总比在国内好不适。 我和彭飞他们都还想出去呢, 可惜我们公职在身, 连移民都不能。 说实话, 我们反倒羡慕老郑你, 说不定等我和彭飞退休了, 我们也到国外去跟你作伴。 哎呀, 国外适合养老啊。 张青阳见郑光福不吭声, 开导道, 张局说得也有道理。 郑光福点了点头, 心里暗骂了一句, 迷马地, 站着说话不腰疼, 产业不是张青阳的。 张青阳自然是一点都不心疼, 这一到了国外, 他一个靠着打打杀杀起家的混混 能在东山再起吗? 开什么玩笑? 郑总, 我们都是为你好, 这次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就捅了马蜂窝, 但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也都自身难保, 更不敢说把这事压下去, 所以现在最明智的选择就是送你离开, 多待一刻就多危险一分, 以后想走可能都走不了。 吴鹏飞安慰道, 好吧, 张局, 吴局, 我当然知道你们不会害我, 听你们的安排就是。 郑光福点头道, 心里也按做了打算, 先离开南州再说, 等到了外面, 再和省里面那位联系, 如果事情有转机, 他也不用急着逃往国外。 现在主要是没法联系上李市长, 以前都没见他手机关机过, 这次真是邪门了。 张青阳叹了一口气, 关键时刻没法及时跟李浩成联系上, 这也真是要命了。 李市长不在南州, 郑光福问了一句, 没有, 他带队出国考察出去了, 昨天才走。 张青阳砸巴了下嘴, 什么时候不去, 偏偏这个时候, 手机还关机了, 让人想抓狂。 美国时间跟咱们这里不一样, 说不定那边正半夜呢。 吴鹏飞说道, 不管是不是半夜, 李市长都该是24小时开机才对。 张青阳摇了摇头, 通过林洪也联系不上李市长, 郑光福也颇为惊讶, 那倒不清楚, 没跟林洪联系过。 几人在说着李浩成, 压根没有想到 李浩成正抱着早就垂涎不已的女人在睡大觉。 夏威夷岛上, 这时候才清晨六点钟左右, 李浩成昨晚手机没电关机了, 他本来还有两块备用电池, 平常都会换上, 昨晚索性不换了, 也免得在和林晴共度凉宵的时候被人打扰。 因为张青阳已经定下了让郑光福逃跑的计划, 车子原本是往室内驶去, 这会也变了方向。 曾江涛开往市郊区的拘留所, 是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在拘留所的另一面, 距离不算近。 车子一度陷入沉默当中, 张青阳和吴鹏飞都是各怀心事, 郑光福同样是一言不发, 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 平日里那些所谓的称兄道弟的关系都是假的。 能保得住自己再说, 张青阳急着想让郑光福离开, 表面上是为郑光福着想, 说到底也是在为自己打算, 吴鹏飞何尝不是这种想法, 郑光福留下来, 他俩都着急, 这次下来的是不理的人, 两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但只要郑光福没被抓到, 那事情对他们就是有利的。 对了,张局,忘了跟你说一件事了。 郑光福突然想起刚才长盛军让他听的录音笔, 开口道, 刚刚他们那个领头的让我听了一段录音, 张局, 是我去年跟你在酒店包厢里的一段话, 那次是黑子牵涉到一起人命案里面去了, 你还有没有印象? 去年,张青阳皱起了眉头, 那应该是挺早的一件事了, 沉思了一会, 张青阳才想了起来, 那是郑光福让公安局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着, 当时公安局是立案了, 但只抓了几个无关紧要的人, 无疑, 张青阳答应了郑光福的请求, 也出面摆平了这事。 黑子也一直逍遥法外, 要不是这次因为东方大酒店打杂一事才跑路, 压根一点事都没有。 认真想一下, 张青阳也都想起来了, 那次也是在郑光福的海天酒店吃饭。 想起了这事,张青阳眼睛灯时就睁得老大, 你说什么, 咱俩当时的对话被人录音了? 对, 就是那次的对话被人录音了, 刚才在那宾馆里被他们问话来着, 也没来得及细想这件事, 现在想想,端地是让人觉得恐惧, 他们手上竟然会有这样的录音。 郑光福说道, 不是, 那次在你的地盘上吃饭, 怎么会被人录音了? 在你的酒店里, 有人敢放录音气针, 而且听你这样讲, 还是故意针对我们的。 张青阳脸色很难看, 过去一年多的事了, 这会突然听到被人录音了, 张青阳同样是觉得匪夷所思, 所以这才蹊跷, 我们吃饭的那个包厢, 平常都是张菊宁专用的, 顶多也就是, 我和林洪还有张菊宁在里面吃饭, 并不对外开放, 外人根本没办法进去, 除了酒店的服务员和工作人员, 但我敢肯定, 他们也没那个胆子做这种事, 谁会在那里面放录音气? 这是太离奇了, 郑光福眉头紧锁, 而且, 就算是有人想故意针对我们, 那背后的人去年就得到这段录音了, 怎么到现在才拿出来? 而且, 这录音竟然还落在不理的人手上, 这才真的让人觉得可怕, 你敢百分百肯定, 酒店的工作人员不敢那样敢? 张青阳对郑光福的话存在着质疑, 虽然没啥让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话, 但我是敢肯定酒店的工作人员不敢那样敢。 郑光福很是笃定地说着, 不是他们当中的某一人干的, 那还会有谁? 那包厢平常就咱俩这几人吃饭, 要么就是我用来请朋友吃饭, 郑总你总不会说是我在里面放的录音器吧, 又或者是我请的客人朋友里有人在包厢里偷偷放了录音器。 张青阳语气稍微有些冲, 心情已经变得无比糟糕, 不理得人手上掌握有这么一段录音, 对他的不利可想而知。 我当然不会怀疑张局还有张局的朋友, 所以这事才奇怪, 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总不至于是林洪吧, 那也明显不可能, 太离奇了。 郑光福无奈道, 如果不是这么仓促地要离开南州, 或许我可以回酒店好好调查。 你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要离开, 这是我会查的, 你就别在南州耽搁了。 张青阳摆了白手, 坚决要让郑光福赶紧离开。 张青阳如此说, 郑光福也没反驳, 再次沉默了下来。 约莫过了五六分钟的样子, 郑光福眉头皱了一下, 张了张嘴, 似乎有些欲言又止, 挣扎了一下, 郑光福才道, 张局, 你对林洪这个人怎么看? 什么怎么看? 张青阳挣了正, 疑惑地看了郑光福一眼。 张局, 我大胆地猜测一下, 你说会不会是林洪干的? 郑光福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说出这个推测, 连郑光福自己都觉得很荒谬。 怎么可能, 怀疑谁也不可能怀疑到林洪头上, 那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 张青阳想也不想就摇头, 郑光福的猜测在他看来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我当然也是觉得林洪不可能了, 但那个包厢根本没啥人进去, 能怀疑的人也屈之可数。 除了我和林洪在那个包厢和张局您吃个饭, 其他的就是张局您的朋友了。 既然张局您的朋友不可能, 那剩下可疑对象不就剩下我和林洪了? 至于我, 总不至于害自己吧。 郑光福苦笑道, 再者, 林洪这个女人真的是心狠手辣, 还真的没什么事是她不敢干的。 这跟她心狠手辣没关系, 是她有没有必要这么做, 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你怀疑林洪还不如怀疑酒店里的工作人员, 你说他们绝对靠谱, 我看不一定。 张青阳反驳道, 我也还真说不出林洪有啥动机。 郑光福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不就得了吗? 张青阳说道, 他没去怀疑林洪, 那是因为林洪是李浩诚的女人。 张青阳不认为林洪会那样做, 因为林洪本质上也是跟他们一伙的。 当清晨的阳光从那将近三米高的落地窗洒落进来时, 李浩诚才微微睁开了眼睛, 眼睛朝旁边看了看, 见林晴就躺在自己身边, 李浩诚心满意足, 能够征服林晴这种女人, 无疑让李浩诚很有成就感。 看了看放在床头桌上的手机, 李浩诚这才想起关机了一个大晚上了, 起身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块备用电池, 李浩诚重新换过了电池开机。 张青阳搞什么鬼, 给我打这么多个电话。 李浩诚开机一下就看到六个未接电话, 全是张青阳打的, 看了看旁边正睡得香的林晴, 李浩诚迟疑了一下才给张青阳打了会去。 李市长打过来的, 电话这边的张青阳一件是李浩诚打来的, 脸色一洗, 赶紧接了起来。 怎么回事, 打了这么多个电话? 李浩诚轻声道, 怕吵醒了林晴。 李市长, 出事了, 公安部的人下来查郑总, 直接将郑总扣了, 我刚刚才从布里那边抢人过来。 张青阳将事情大概说了一下, 胡闹, 你这不是把事情闹大吗? 李浩诚乍一听, 张青阳跟布里的人直接干起来, 立刻就呵斥道。 李市长, 要不这样做的话, 后果就更严重了。 张青阳苦笑着跟李浩诚解释了一下, 刚才我也没认他们的身份, 一口咬定, 没接到上面的通知, 说他们身份是假的, 到时, 上面要是想责问, 这是可以扯皮一下。 无缘无故的, 郑光福怎么就招惹不理的人了? 李浩诚此刻, 也已经迅速分析了利弊得失, 没再追究张青阳抢人的事。 这是很蹊跷, 一点征兆都没有, 现在我们也蒙在鼓里。 张青阳说出了打算, 李市长, 我们想让郑总立刻离开南州, 您觉得如何? 走得越远越好。 李浩诚美好气道, 刚开机就听到这么个坏消息, 一天的好心情全被破坏了, 他这话也算是认同了张青阳的做法。 李市长, 那您还得几天才能回来? 张青阳忍不住问道, 李浩诚不在室里坐镇, 他总感觉心里也有点眉谱。 我这趟要出来十天, 昨天才启程的, 你说还得几天? 李浩诚心里有些烦躁, 音调也高了许多, 听到床上有动静, 李浩诚见林晴已经醒了过来, 单手撑在床上, 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李浩诚盲冲对方歉意地笑了笑, 也没心思再和张青阳说话, 先这样, 你们先赶紧将正光符送走, 别落到不理的人手上, 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联系。 李浩诚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走回到床上, 宝贝, 吵醒你了。 没事, 我本来也要醒了。 林晴笑着眨了眨眼睛, 伸出手在李浩诚身上轻点着, 浩诚哥, 什么事呀, 瞧你大清早发火的。 哪有什么事, 这不是大清早就有人打电话来, 骚扰不爽吗? 李浩诚摇头笑道, 是吗, 时差相差太大, 说不定给你打电话的人都不知道这里现在是几点呢? 在国内, 这会应该还是十一点的样子吧。 林晴娇笑了一声, 应该是吧。 李浩诚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句, 放在林晴腰间的手轻轻捏着, 不得不说, 林晴的皮肤有着惊人的弹性, 李浩诚自是不知那是林晴长期接受训练的结果。 看起来柔弱无骨的林晴, 短时间内玩抱几个五大三粗的大男人是轻而易举的事。 曾经进入过美国海军陆战队, 进行过特训的林晴, 经历过魔鬼训练, 那一段非人的经历, 哪怕是林晴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毛骨悚然, 但那已经是过去时, 如今的他早就出师多年, 再也不用受那种折磨, 只需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即可, 这在林晴看来轻松多了, 尽管有一定的危险, 但比起训练时可不知轻松了多少。 深夜的南州, 冰凉的海风吹来, 让人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白天虽然还有些热, 但毕竟是深秋时节, 晚上已经有丝丝凉意, 陈兴和林红在沿海大道上的一家咖啡厅里临窗而坐, 往外看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 这会已经临近十一点, 但这家咖啡厅依然人满为患, 也难怪沿海大道这一片商业地段, 被人说是南州市低价最昂贵的黄金地段。 陈兴接到了常盛军的电话后, 原本还和林红有说有笑的脸, 就沉了下来, 常盛军打给他说了张青阳带着两百多警力, 围堵宾馆抢人的事, 现在正光符已经落到了张青阳手里, 今晚的行动算是白忙活了。 当然, 要说完全白忙活也没有, 在皇冠娱乐城里查获的毒品, 对常盛军和陈兴来说都是一个大收获。 陈市长, 怎么了? 林红见陈兴脸色难看, 心里也跟着紧张了起来, 他还在高兴今晚的行动迈出了实质的一步, 总不至于现在就出了意外。 正光符被张青阳的人带走了。 陈兴看了林红一眼, 已经起身站了起来, 他现在要去跟常盛军一行会合, 这是无疑要尽快补救。 怎么会这样? 林红惊呼出声, 忙跟着陈兴站了起来, 两人走出小包厢, 林红想问的话立刻又咽了回去, 一直到走出了咖啡厅, 林红见陈兴上了车, 脑袋里也没多想, 跟着上了陈兴的车, 这才又问道, 陈市长, 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这正光符和张青阳穿同一条裤子, 现在正光符被张青阳就走了, 我怕张青阳会私自放他离开,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 所以现在要立刻将人抢回来。 陈兴阴沉着脸, 今晚失算了, 说起来也是大意了, 对张青阳估计不足, 也没想到他竟然敢这么做。 陈兴很是恼火地握拳, 垂了下自己大腿, 早知道就该从周东方那里, 再借个地方, 给长盛军他们办案用。 他就不信张青阳敢带人闯进省军区去, 就怕张青阳不会那么容易放人, 而且我担心张青阳现在已经将正光符放了。 林洪担忧道, 这回车子已经开了起来, 林洪竟是忘了下车。 我现在就给张青阳打电话。 陈兴沉声说了一句, 抬手给张青阳打了过去, 电话一接通, 陈兴口气不善, 张青阳, 郑光符人呢? 郑光符? 张青阳愣了一下, 被陈兴这劈头盖脸的一句问得差点没反应过来。 陈市长, 郑光符现在暂时被送往拘留所了, 我们局里正在调查他违法犯罪的事。 调查他, 陈兴好玄没吐出一口血来, 亏张青阳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今晚还亲眼看着张青阳和郑光符一块出现, 这回张青阳愣是给他掰了这么一个借口。 陈兴的怒火可想而知, 那是布里下来的调查组, 谁让你们去抢人的?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我命令你, 现在立刻把郑光符送回去, 你们局里也不用调查了, 布里会接手这个案子。 陈市长, 这, 这不太好吧, 我们局里也在调查他, 再说那伙人身份不明, 上面并没有文件下来, 也根本不能证明, 他们就是不理的人。 张青阳反驳了一句, 大脑迅速开动了起来, 事情已经越来越朝着复杂的局势发展。 他们的身份, 我就能够证明, 张青阳, 难道你质疑我的话吗? 陈兴怒道, 我当然不敢质疑陈市长, 但这么大的事, 总归是要谨慎一下不是, 我也是出于慎重考虑。 张青阳继续敷衍, 脸色也已经更加难看, 因为事情显然超出了他可以控制的范围。 你现在在哪? 我要求你立刻带正光福在原地等我们, 我们马上过去。 陈兴不想再跟张青阳浪费口水, 他也听出来了, 张青阳无非是在跟他胡搅蛮缠, 甚至有可能是在拖延时间, 就像是林洪说的, 张青阳如果将正光福放了, 那就真的糟糕了。 陈市长, 现在正光福不在我身边, 他暂时被送往拘留所了, 这回应该已经在拘留所了。 张青阳装着无奈道, 陈市长, 要不这样, 你们现在在哪? 我去跟你们会合, 一块去拘留所。 陈兴没想到张青阳会如此说, 他也不知道张青阳说的话是真是假, 这会也没办法求证, 而且张青阳说的话一时也挑不出毛病来, 嘴上只能道, 那你在原地等我们, 我们马上过去。 挂掉电话, 陈兴脸色很难看, 正光福现在都可能已经到拘留所了, 那说明长盛军那边 并没有在人被抢走的第一时间就通知他, 这让陈兴有些不解。 陈兴并没有猜错, 长盛军原本是要第一时间和他联系, 但长盛军在打给他电话之前, 先向局长吴汉生汇报了这事。 吴汉生是有交代他们下来之后, 听从陈兴的吩咐, 但也让长盛军随时将事情跟他汇报。 所以, 长盛军先打给了吴汉生, 长盛军重点也想向吴汉生说, 查获了不少毒品一事, 涉及到毒品, 即便是放在部里也是一件大案子。 长盛军的本意是想跟吴汉生商量, 是不是由局里正式发文下来, 那他们也能师出有名, 却没想到吴汉生会耽搁这么久。 正是长盛军向吴汉生汇报了这事, 才导致了长盛军在打电话给陈兴时产生了一定的时间差。 吴汉生在听到地方公安局抢人之事后, 对长盛军提出, 由局里正式下文立案调查并没有立刻给予答复, 而是说要考虑一下, 让长盛军也别急着和陈兴通报, 结果吴汉生这一考虑足足耽搁了二十来分钟的时间。 事实上, 吴汉生是在托人了解南州情况来着, 虽然因为儿子的事而迫不得已答应了陈兴的请求, 但吴汉生多少也有些不甘愿, 最主要的是吴汉生担心会卷入地方的政治斗争中, 所以吴汉生务必要将情况了解情况。 时间这么一耽搁, 长盛军给陈兴打电话时, 已经是二十分钟后的事情了, 也错过了最佳的时间, 此时张青阳他们已经快到了拘留所。 张青阳接到陈兴的电话后, 果断地让郑光府下车, 坐上了另一辆车子前往拘留所。 至于拘留所那边的安排难不倒张青阳等人, 拘留所所长是张青阳提拔起来的。 张青阳一个电话过去就能搞定这事。 张青阳原路折返, 一直到了一个通往市区岔路口才停了下来。 在这里等待陈兴和长盛军一行, 假装成自己是从市区过来的。 差不多二三十分钟的时间, 应该足够让郑光府跑了。 坐在车里, 张青阳默默算着时间, 陈兴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应该是在市区, 从市区到这里, 最快也要二十来分钟, 这还不算中间可能耽搁的时间。 坐在车里静静地等着, 张青阳不时地抬手看了下时间, 半点没有不耐烦的感觉, 等得越久。 他其实越高兴, 巴布得多拖点时间, 此时车上除了开车的曾江涛, 就只有他一人。 吴鹏飞刚才也和郑光福一块下车了, 郑光福到拘留所里去走一趟, 立刻就会出来。 吴鹏飞将会亲自开车, 送郑光福离开南州市。 不理的这些人难道会跟陈兴有关系? 张青阳在等待的过程中, 突然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一颗心直往下沉。 江涛, 你说不理的人是不是陈市长请下来的? 张青阳开口问道, 陈市长, 曾江涛被问的一正, 跟着皱起了眉头, 张局, 有这种可能? 如果不是跟陈市长有关, 他没理由这么快打电话过来, 兴师问罪, 你想想, 除了他, 也没其他人打电话过来了。 张青阳坐着推测, 张局, 这次会不会真的麻烦大了? 曾江涛小心问了一句, 内心也有些不安, 张青阳这棵大树要是倒了, 那他也得跟着被压死。 别说这种丧气话, 鹿死水手还不好说, 就算是陈兴一心想把我拿下, 也没那么容易, 南州市不是他说了算。 张青阳阴沉着脸, 嘴上虽然强硬, 但张青阳内心却极为不安。 郑光福说的那段录音的事, 如同一根刺一样定在他心里。 曾江涛此时也保持着沉默, 他可不认为这次的事有那么好解决, 不理的人都下来了。 谁知道最后会怎么样, 他同样担忧起自己的前途命运。 小李, 尽量开快一点。 陈兴在路上不时地催促着李勇, 林洪这回还坐在车上, 陈兴刚才也没多想。 转头看了林洪一眼, 陈兴毫无征兆地蹦了一句出来, 你怎么还在车上? 等下过去会碰见张青阳, 你不怕被他看到。 你的车子就没停下来过, 我怎么下车? 林洪撇了撇嘴, 两人顾着说话了, 刚刚倒都忘了跟张青阳碰面。 你刚才也没说要下车, 谁知道你想下车。 陈兴哭笑不得, 小李, 路边停一下, 先让林小姐下车。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你让我待会上哪打车? 林洪朝窗外看了看, 皱眉道。 你要是不下车, 我是不介意, 反正你要是被张青阳看到了, 对我来说没啥影响, 就怕对你不利。 陈兴毫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好吧, 我下车, 前面一点那个路排下。 林洪苦笑, 他的确还是有所顾忌, 最主要的是他目前 还想保持和李浩诚的关系。 要是被张青阳看到, 李浩诚那边 恐怕也会对他有所怀疑, 在李浩诚没倒下前, 林洪内心深处 对李浩诚还是很畏惧的。 陈兴和长盛军会合后, 立即就往拘留所而去, 十多分钟后才和张青阳碰头, 车子连停都没停, 陈兴直接让李勇快速往前开, 只是打了电话给张青阳说 拘留所门口碰面。 嘿, 还真是赶时间。 张青阳看着已经远去的陈兴的车子, 嘴角冷笑了一下, 刚才接到吴鹏飞的电话。 一切按计划行事, 郑光福已经从拘留所离开了, 他已经达到目的。 又是行驶了十多分钟, 陈兴才赶到了拘留所, 张青阳的车子也从后面缓缓停了下来, 下车后朝陈兴走去, 张青阳不动声色地扫了长盛军一眼。 张局长, 你现在还想说我的身份是假的吗? 长盛军瞧见张青阳看过来, 立刻就质问了张青阳一句。 有陈市长证明, 那自然是假不了, 但刚才情况特殊, 郑光福涉嫌一起重大犯罪活动。 我们局里已经对他立案调查, 在没有证实你们的身份之前, 我们将郑光福带回来也是合情合理之举。 张青阳面不改色道, 好了,先不争论这个了, 张局长, 你现在就带我们去见郑光福。 陈兴直视着张青阳。 好, 陈市长你们跟我来。 张青阳点了点头, 几人刚往前走, 拘留所所长谢金丽也赢了出来。 张青阳同谢金丽对视了一眼, 悬挤一本正经道, 谢所长, 刚刚押过来的郑光福呢? 陈市长要见他。 现在关在东区二号监视, 陈市长, 张局, 我带你们过去。 谢金丽点头道, 陈兴认真看了一眼谢金丽的表现, 心里头放心了不少, 先想郑光福看样子, 是真关在这里了, 幸好张青阳没私自放郑光福离开, 让张青阳也还没胆大包天到这程度。 谢金丽在前面带路, 一行人往其所说的东区走去, 到了二号监视, 谢金丽吩咐预警打开门, 陈兴等人进去一看时, 房间里面却是空无一人。 人呢? 陈兴转头怒视着张青阳。 陈市长, 这我也不清楚。 张青阳对着陈兴苦笑了一下, 看向一旁的谢金丽, 表现得比陈兴还愤怒。 谢所长, 郑光福哪去了? 你不是说关在这个监视吗? 现在人呢? 张局, 明明是关在这个监视的呀。 谢金丽哭丧着一张脸, 他也看了像一边开门的那位狱警, 小刘, 郑光福呢? 怎么无缘无故不见了? 长盛军此时没有说话, 走进了监视里面, 房间里扔下了一套衣服, 长盛军一下就认了出来, 是郑光福今天穿的那件衣服。 陈市长, 郑光福星号星号不离时已经跑了。 长盛军走回陈兴身旁, 斜着眼看了看张青阳, 长盛军绝对是将张青阳当成最大的怀疑对象。 此刻那名小狱警在谢金丽的质问下, 正进入寒蝉地站在一边, 说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郑光福明明是关在这个里面, 不知道怎么就不在了。 陈市长, 现在立刻去监控室, 调取监控录像看。 长盛军第一个反应了过来, 冲陈兴道。 陈兴赞成地点了点头, 冷冷地看了张青阳和谢金丽一眼, 谢所长, 你带我们去监控室。 好, 好, 咱们马上过去。 谢金丽忙不迭点头。 谢金丽在前面带路, 陈兴几人在后面紧紧跟着, 张青阳同样表现得一脸着急, 嘴上还在嘀咕着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几人到了监控室, 谢金丽让人调出了监控画面, 很快, 众人就看出了可疑的一幕。 郑光福刚被关进监视里, 还不到两分钟, 就有一个狱警进入了监视里。 那名狱警拿了一套狱警的工作符, 让郑光福迅速换上, 而后两人就出来了。 郑光福一路上一直低着头, 在那名狱警的掩护下, 两人基本上是有惊无险地出了拘留所。 仅仅只是在要离开那监视大门的时候, 一名狱警多看了郑光福两眼, 似乎还想走近了看一下, 但待郑光福出来的那名狱警, 立刻就搭着对方的肩膀走到一旁。 而郑光福也得以离开, 因为他那一身狱警制服, 再加上内部人员的配合, 逃跑得一呼寻常地顺利。 是你在负责监控室的工作吗? 刚才你都在干什么, 犯人就在眼皮底下, 堂而皇之地逃跑了, 你没张眼睛吗? 张青阳看着监控视频回放, 冲着监控室里那名工作人员怒吃道。 我,我刚才上了一趟厕所, 没注意到这个情况, 等我回来的时候, 也没见监控有什么异常, 所以,所以就没注意。 那名工作人员被张青阳的怒斥, 吓得人都哆嗦了起来。 陈兴在一旁早已气得脸色铁青, 这是阴谋,赤果果的阴谋, 任凭张青阳此刻怎样表现, 陈兴都不可能相信这件事跟张青阳无关, 深吸了口气, 陈兴抢迫着自己冷静冷静, 眼下不是算账的时候, 强憋了一口气, 陈兴沉声道, 张局长, 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你们是公安局当务之急的工作, 是不止抓人, 严防郑光福潜逃出城。 陈市长说的是, 我这就回局里不止抓捕工作, 尽量将郑光福堵在南州市里。 张青阳点了点头, 不用回局里, 你现在就当场布置。 陈兴盯着张青阳, 张青阳一愣, 随即点了点头, 当着陈兴的面就拿起电话一一打了出去, 先是市局, 而后是各个分局, 张青阳似乎是在用行动证明着自己的清白, 他的命令一个个下达, 全市公安系统几乎是全部动了起来, 出城的各个路口设立关卡盘查, 布置警力对郑光福的产业全部进行查封, 同时派出警力前往郑光福的几个住所搜查, 任何可能的藏身地点都不放过, 同时让交警部门也动了起来, 协助搜查行动。 张青阳将能想到的都布置了, 做完这一切才描了陈兴一眼, 张青阳又是捧着一张脸对谢金丽道, 谢所长, 今天晚上的事, 我要你们拘留所有个交代, 陈市长, 张局, 我们拘留所一定展开自查, 严查责任人, 谢金丽冷汗都留了下来, 你这个所长就没有责任吗? 玉景公然协助, 嫌烦逃跑, 你这个所长也要担责, 张青阳严厉道, 我也有责任, 该我负的责任我一定承担。 谢金丽晋升道, 陈兴冷冷看着张青阳和谢金丽的对话, 愣是觉得这一幕不知道有多么滑稽, 头也不回地离去。 张青阳叫按陈兴往外走, 也跟了上去, 陈市长, 一时半会可能也没有消息, 要不您先回去休息, 亦有正光福的消息, 我立刻通知您。 陈兴鼻孔哼了一声, 出了拘留所就上车离去, 长盛军也跟着离开, 张青阳在原地目送着陈兴的车子离去, 悄然松了口气。 张局, 幸好您奇高一招, 要是还没到拘留所就私下放了郑总, 那就连您都脱不了干系了。 曾江涛这时候才敢凑上来。 张局, 这次可是苦了我了。 谢金文此时依然是哭丧着一张脸, 刚才冷汗可能是假的, 但糟糕的心情却是货真价实, 今晚他也算是牺牲者之一。 金文, 你也别想太多, 只要我没事, 鞭子也打不到你头上, 你顶多就是口头批评一下。 至于下面那个狱警, 牺牲了也就牺牲了。 对了, 那人可靠吗? 绝对可靠, 这种事我当然不敢马虎, 不过可惜了一个年轻人, 他这一下就也变成逃犯了。 谢金文摇头道, 不会亏待他的, 事先承诺他的, 一定要满足他, 这次风波平息后, 以后也未尝不能帮他篡改身份, 他还可以回来吗? 张青阳习惯性地眯着眼, 金文, 你记得要安抚好他, 可别让他想不通了。 张菊, 您放心吧, 那小年轻可靠, 考进我们拘留所当预警时, 他是单身家庭, 家里有个母亲, 前两月, 他母亲才生病去世, 他在南州算是没什么牵挂, 所以我才敢放心让他干这事, 这小子平日里也机灵。 谢金文笑了笑, 眼珠子转了一下, 道, 张菊, 不过之前, 答应他要先给三百万作为酬金, 这笔钱, 这钱我会出的, 你让他到了香港后开个户头, 我会找机会给他寄过去的, 叫他别急。 张青阳乘声道, 心里盘算着, 这笔钱可得从正光福身上搜刮, 等正光福成功出去了, 到时候要让正光福出这钱, 他可不想自己当冤大头。 这就好, 钱的事解决了就没问题了, 要不然, 我还真怕时间长了, 那小子会变卦。 谢金文笑道, 虽然他口口声声说那人可靠, 但他这边要是没履行承诺, 那他可没信心, 那个年轻小玉井不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来, 而答应的三百万, 也是张青阳提的。 钱的事不用你操心,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严查今晚的桃狱事件, 明天就要交一份报告到局里来, 处分检查也一块交上来。 张青阳吩咐道, 我待会就将这事做好, 一定交一份圆满的答卷上去。 谢金文点了点头, 市委家属大院的一号小楼里, 穿着睡衣的葛建明正坐在沙发上听着电话, 随着电话那边的人汇报情况, 葛建明脸色逐渐凝重了起来。 葛书记, 这次星号星号不离时事, 陈市长要拿张青阳开刀, 葛书记您看。 电话那头的人小心问道, 让你现在站出来指证张青阳, 你敢吗? 葛建明沉思了好一会了, 突然道, 葛书记, 就现, 现在。 电话那头的人吓了一跳。 对, 明天我召开常委会, 我会让人通知你和张青阳过来列席, 你到时指证张青阳。 葛建明面部表情道, 葛书记, 可是我没掌握什么证据啊。 电话那边人的急道, 是吗? 你跟张青阳共事了这么久, 会没证据。 我是知道他干了不少事, 但都没实质性的证据, 单凭口头上的话, 没办法作为证据。 我不需要有什么实质性证据, 只需要一个由头, 以你的身份, 只要你站出来指证, 我就有足够的理由, 现在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子。 葛建明语气低沉, 但却带着强烈的不可质疑 和反驳的坚决, 葛建明身为一个市委书记, 这时候完全拿出了自己的霸气。 葛书记, 我照您的指示座。 啪哒一声, 葛建明挂掉电话, 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客厅里没有开灯, 葛建明同对方通话。 从始至终, 声音都不大, 妻子已经在卧室里睡觉, 葛建明并不想吵醒妻子。 略显沉闷的车厢里, 陈兴和常盛军都是一言不发, 两久, 常盛军才说了一句, 陈市长, 要不对张青阳采取错事, 要对张青阳采取错事, 谈何容易? 陈兴摇了摇头, 张青阳现在还担任着常务副局长一职, 并且还被提名为局长。 要对其采取错事, 务必先解除其职务, 但陈兴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涉及到公安局长的任免。 除了经过人大的程序, 还必须经过省公安厅, 事情会比较麻烦。 所以, 陈兴一开始和常盛军定下的计策, 就是先抓郑光福, 对张青阳则是按兵不动, 但现在, 张青阳的胆大包天, 出乎他们的意料, 今晚这出所谓的桃狱事件, 两人都坚信, 是张青阳一手在幕后策划的。 郑光福这一跑, 而且有地方公安的人给他掩护, 要抓他就难了。 常盛军无奈道, 陈兴沉默了一下, 转而看向常盛军, 另外问道, 盛军, 郑光福被张青阳等人带走后, 你好像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 是, 中间耽搁了二十多分钟, 说来也郁闷, 我本来在打电话向吴局汇报后, 是要第一时间通知陈市长您的, 但吴局那边说要慎重考虑一下, 所以, 时间就耽搁了。 常盛军略微有些尴尬, 这件事他也有一定的责任。 吴汉生在搞什么鬼, 这种事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陈兴一听, 当着常盛军的面就低声怒斥了一句, 对吴汉生有着强烈的不满。 我向吴局汇报, 有提到说查到了毒品, 建议这个案子由布里正式接受, 立案调查此事, 同时下发文件, 让省厅和地方市局配合调查, 可能吴局是因为这个才考虑的。 常盛军为吴汉生解释了一句, 不管怎么说, 吴汉生都是他的顶头上司。 他考虑归考虑, 怎么不让你及时通知我? 陈兴脸色难看, 这里面也有我的过失, 要是我及时打电话通知陈市长, 或许事情不会这么糟糕。 常盛军主动揽下了过错, 算了, 这也不关你的事, 我能体会你的难处。 陈兴摆了白手, 常盛军终究是要服从吴汉生这个局长的命令。 常盛军苦笑了一下, 没再说什么, 这会也不是纠结这个问题的时候, 而他的现在建议是要尽快对张青阳采取措施, 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郑光福的逃跑已经让他们陷入被动之中, 而张青阳也成为了调查的最大阻力, 不先将这个阻力排除掉, 下面的调查会很难进行, 而目前手上握有张青阳和郑光福同流合污的证据。 常盛军认为对张青阳采取措施是完全可以考虑的, 但陈兴顾虑重重, 常盛军也不知道是否跟地方政治斗争有关, 在这一点上, 他也没法提供什么建议。 最主要的是, 常盛军这一行调查组的地位颇为尴尬, 因为布里也没正式下文。 他们到南州市来, 其实是有点类似于皆私活的性质, 是吴汉生要让他们下来配合陈兴办事。 而吴汉生偏偏又不愿意以布里的名义下达文件, 这一点他是猜测出来的。 从吴汉生迟疑的态度就能看出一二, 所以他们等于是没法光明正大的办案。 陈兴抬手看了看时间, 已经十一点多了, 这个时间已经很晚了, 但他突然想现在去拜会关锦辉, 又考虑这么晚去打扰关锦辉会不会不合适。 陈市长, 刚才张青阳是当着我们的面只是市局行动了, 但他们的人是不是会私下放水就难说了, 现在事情并不在我们的掌控中, 所以陈市长您得尽快做决定。 长盛军说了一句, 希望陈兴能早点下决心, 现在要拿下张青阳, 就算是再难, 也得下这个决心。 你跟张青阳联系一下, 让你们的人到南州市的每一个出口盯着, 防止张青阳手底下的人故意放水, 我去拜会省厅的领导, 希望能在最短时间限制张青阳。 陈兴认真思考了一下后说道, 他决定现在去见关锦辉, 事情紧急, 就算是这么晚去打扰关锦辉也必须去, 他必须从关锦辉那里得到支持, 将张青阳拿下是第一步, 他还要将陆明调到南州市局来。 南州市出城的一条高速路上, 吴鹏飞开车亲自送郑光福离开, 离开拘留所后, 吴鹏飞迅速开着车往出城高速路上走, 上了高速后, 吴鹏飞才悄然松了口气, 只要过了南州市和宁平市交界处的高速路收费站后, 吴鹏飞的任务就完成了。 宁平市是毗邻南州市的一个地级市, 吴鹏飞将郑光福送到那里, 到时候又会有人来接应郑光福, 然后从宁平市的港口坐船离开, 郑光福打算先到香港去。 张青阳也同意了郑光福的想法。 郑总, 以后到了国外可别忘了跟我们联系, 我和张菊可都羡慕国外的生活, 以后说不定退休了, 真的到国外去跟你作伴了。 吴鹏飞笑道, 既是开玩笑, 也有安慰郑光福的意思。 出乎意料的, 郑光福却是久久没有回应吴鹏飞的话, 吴鹏飞奇怪地转头看了一下, 发现郑光福正闭着眼睛, 纳闷道, 郑总, 你该不会是睡着了吧? 吴, 吴菊, 我身体有点难受, 头晕得厉害, 快, 看看附近有没有医院, 送我去医院。 郑光福突然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说郑总, 你可别吓我, 好端端地, 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吴鹏飞吓了一跳, 将车内灯光打开, 隐约可以看见郑光福脸色很苍白, 眼窝黑黑的, 明显地陷下去, 吴鹏飞急道, 郑总, 你没事吧? 咱们现在在高速路上呢, 上哪找医院去? 我很难受, 送我, 送我去医院。 郑光福紧紧闭着眼睛, 嘴上只剩下了这样的话, 这里没医院啊, 郑总, 你哪难受了? 得忍着呀, 就算是到了宁平市, 你也不能去医院啊, 必须第一时间前往码头坐船离开。 吴鹏飞转头又看了郑光福一眼, 因为着急, 方向盘一抖, 险些就撞向了高速路边上的石吨, 把吴鹏飞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赶紧专心开车。 郑总, 你不会是吃坏了肚子, 或者感冒啥的吧? 小问题忍一忍就好了, 等到了香港, 你要看再去看。 吴鹏飞看着前方开车, 嘴里仍是在和郑光福说道, 开玩笑, 他可不敢让郑光福有片刻的耽搁, 多停一刻就多一分的危险, 他和张青阳的想法一致, 那就是赶紧将郑光福送走, 郑光福要是留下来, 万一又被不理的人控制住了, 对他俩来讲就是定时炸弹。 吴鹏飞自顾自说着话, 郑光福只是断断续续地说着 要去医院, 吴鹏飞也没再理会, 心想好好的一个大活人, 能出啥事, 估计是吃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有点食物中毒的症状。 一直开了一两个小时后, 前面的高速路收费站已经近在咫尺, 吴鹏飞高兴地转头对郑光福道, 郑总, 咱们要到宁平了, 等一下你就和接应的人一块离开。 咦, 不会是睡着了吧? 吴鹏飞疑惑地多看了郑光福两眼, 见郑光福没有动静, 嘀咕道。 顾不得多想, 收费站已经到了, 这个收费站是属明平的。 这回收费站也已经有警察在查过往车辆, 但明显都查得很松, 吴飞是做做样子。 吴鹏飞心里有谱, 知道那些人不会拦他的车。 过了收费站, 吴鹏飞见郑光福仍然没动静, 他大声叫了两声, 郑光福也没回应。 吴鹏飞心里惊疑, 赶紧在靠路边停了下来, 伸手靠后面推了郑光福一把。 郑光福一动不动的, 吴鹏飞又推了一下, 郑光福直接倒向了车门。 吴鹏飞正了一下, 赶紧下车, 从后门上车, 将郑光福拉了起来, 吴鹏飞很快就脸色苍白。 郑光福的身体很僵硬, 吴鹏飞隐隐已经意识到什么。 当他将手指头伸到郑光福鼻孔下时, 吴鹏飞吓得条件反射地缩了回来, 郑光福死了。 死了? 怎么会死了? 吴鹏飞喃喃自语, 一下子呆呆坐着。 吴鹏飞摊坐在座椅上, 郑光福突然死在车上, 这个结果太令人震惊了。 也不知道在车上坐了多久, 吴鹏飞踩一个机灵坐直了起来。 看了看一旁早已身体冰冷的郑光福, 吴鹏飞脸色发白, 人没送走, 反倒死在他的车上。 这一下成了个烫手山芋, 吴鹏飞一颗心拔凉拔凉的, 郑光福的尸体要如何处置? 拨通电话给张青阳, 吴鹏飞声音都还有点抖。 张菊, 郑总死了。 谁死了? 张青阳此刻刚回到局里, 乍一听吴鹏飞的话, 眼睛瞪得鬼圆鬼圆的, 他其实已经听清吴鹏飞讲什么, 只是不敢相信而已。 郑总死了, 突然死在车上了。 吴鹏飞重复了一遍, 大脑还是一片空白。 他怎么会死的? 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张青阳此时震惊得无以复加, 语调也忍不住高了几分, 隔壁仍然待在办公室的副局长黄胜辉 甚至都听到了张青阳的吼声。 我也不清楚, 在高速路上的时候, 郑总突然说身体不舒服, 我让他先忍着, 谁知道下了高速, 我再跟他说话, 就发现他没气了。 吴鹏飞此时的心情无比糟糕, 郑光浮死在他的车上, 尽管张青阳也不会认为跟他有关系, 但他自个儿却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清了, 突然之间就后悔自己凑什么热闹, 要是从不理的人查黄关于乐城开始, 他就装着不知道, 这会就没有那么多事, 但这样的想法无疑只是自我安慰的奢望, 他跟郑光浮的紧密利益关系, 注定那种奢望是不可能的, 发生的这一切, 仿佛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张青阳显然也是一时没法接受这个事实, 坐在椅子上发症, 拿着手机没说话。 张局, 现在怎么办, 郑总的尸体怎么处理? 吴鹏飞稍微冷静了一下, 尸体就在旁边, 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处理郑光浮的尸体。 我这回头有点乱, 你让我冷静冷静。 张青阳深吸了一口气, 郑光浮死了, 这对他而言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张青阳此刻除了震惊, 并没有半点伤心, 平日里称兄道弟, 三天两头就一起吃饭喝酒。 但在这时候, 张青阳压根没觉得有什么好伤心的, 有的只有对自己利弊得失的权衡, 郑光浮死了, 对他会有什么影响, 是好是坏。 电话里只剩下了两人的呼吸声, 吴鹏飞拿着手机再次转头看了看郑光浮, 这个时候的他才想着 去仔细观察一下郑光浮的尸体, 将郑光浮的脸扳了过来, 吴鹏飞认真看了看, 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除了眼窝线下去, 郑光浮脸上的皮肤发黑, 有明显的黑紫色, 这是中毒症状, 这一发现, 无疑也让吴鹏飞愈发地惊讶, 对着电话就道, 张,张局, 我检查了一下郑总的尸体, 郑总信号信号, 不离时是中毒死的, 中毒死的, 还在权衡着利弊的张青阳, 对吴鹏飞打断了思绪, 脱口问道, 谁下的毒? 张局, 这我怎么知道? 吴鹏飞苦笑, 张青阳再次沉默了起来, 话一出口, 张青阳就知道是白问了, 吴鹏飞只是刚才才负责送郑光浮离开, 而在这之前, 郑光浮则是被不理的人给控制着, 要是把时间再往前推移, 郑光浮晚上是和他一起吃饭的, 两人还喝了一瓶红酒, 所以这段时间内, 吴鹏飞和郑光浮待的时间并不多, 至于是否吴鹏飞暗中给郑光浮下毒, 张青阳想都不会那样想, 张局, 怎么办? 吴鹏飞拿着完全没了主意, 如果郑光浮真是被人毒死的, 那真正的凶手是谁? 而眼下郑光浮死在他的车上, 他也有口说不清, 张青阳是不会怀疑他, 但日后这是被查出来, 他显然要成为第一个可疑对象了。 鹏飞, 你说我们能不能将郑光浮的死 往不理那些人头上推? 张青阳脑袋快速转着, 张局, 这怕是不好吧, 郑总毕竟是在我们手上死的, 把他交出去, 咱们撇不清啊, 再者, 咱们也不知道是谁对郑总下的手。 吴鹏飞反对道, 咱们自打跟不理的那些人, 在皇冠娱乐城对峙那回, 就跟郑光浮撇不清了, 更别说后面还包围宾馆, 将人给抢回来, 割给外人看来, 咱们早就跟郑光浮是穿同一条裤子了, 即便是晚上安排郑光浮逃跑, 陈兴又不是傻子, 燕能没有怀疑。 张青阳摇了摇头, 郑光浮之前还说过, 不理的人手上掌握有一段录音, 那段录音就足以给他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现在还没有动态, 张青阳知道陈兴肯定也是有所顾虑。 张局, 但郑总毕竟是在我们手上死掉的, 在这个结果眼上将郑总交出去, 我们一下子就处于风口浪尖了。 吴鹏飞出于对自身的考虑, 极力不赞成。 那你有什么看法? 张青阳反问着吴鹏飞, 他脑子也乱着, 今晚这一连串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别说是没心理准备, 就算是提前得到丰盛, 都会被这些事情搞得措手不及, 特别是现在突然听到郑光浮死讯, 要说张青阳还能保持冷静, 完全不受影响, 那根本不可能。 骗灌木丛, 要不我将尸体找个地方处理了? 吴鹏飞考虑了一会后道, 他其实也没什么主意, 只想赶紧把郑光浮尸体弄走。 至于郑光浮到底是被谁堵死的, 吴鹏飞根本无暇顾及。 张青阳挣了许久, 将郑光浮的尸体直接丢弃, 这只能说是一个再糟糕不过的办法, 但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 只能点头赞同吴鹏飞的想法, 那就照你说的做吧, 小心一点。 两人通完电话, 吴鹏飞左右看看, 这里离高速收费口进, 来来往往的车辆比较多。 吴鹏飞不得不再往前看, 一直到前面的分叉路口, 吴鹏飞拐入了一条小路, 下个小坡就是一片树林, 吴鹏飞二话不说, 就把车开了下去, 也不敢开车灯, 一头扎进了小树林。 寂静的夜, 除了鸟兽虫鸣的叫声, 再也没别的声音。 当太阳悄悄地爬过地平线, 慢慢地露出了个小头时, 天已梦梦亮了起来, 崭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已经过去的一个晚上, 太多人一夜无眠。 上午才刚刚九点左右, 部里的文件正式下达, 皇冠于乐城的案子, 由公安部刑事侦察局立案调查, 长盛军带领的调查组, 正式接受此案, 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调查。 十点, 市委书记葛建明突然召集常委会, 同时点名要求公安局的几名负责人列席。 陈兴知道, 葛建明肯定是因为 昨晚皇冠于乐城所发生的事, 但葛建明不是私下询问, 而是召集常委会, 这让陈兴有些诧异。 常委会在市委的小会议室召开, 是公安局党委书记, 常务副局长张青阳, 副局长黄胜辉两人列席会议。 会议由葛建明主持, 会上, 葛建明开明剑山, 盯着张青阳, 青阳同志。 昨晚皇冠于乐城是怎么回事? 事发时, 很多老百姓都看到了, 引起了极大的影响。 你们市局到现在还没拿出一个统一的口径, 对公众做出解释吗? 葛书记, 昨晚的事情有些突然, 直到刚才不理的文件下达, 我们才知道是昨晚那些人是不理的人, 因为昨晚不清楚, 所以就产生了一些误会。 张青阳眼睛不带眨地解释着, 至于部队的人怎么也会出现, 就让人奇怪了。 部队的事情你不用管, 我现在只想问你, 郑光福的案子是怎么回事? 皇冠于乐城查出了不少毒品, 听说里面还公然地向顾客出售毒品, 而且由来已久, 你们公安局之前都干什么去了? 葛建明面色严肃地看着张青阳, 眼神从陈兴身上飘了过去, 不理下达的文件通知他已经知道了, 了解了昨晚的真正真相, 至于部队的人。 葛建明从省委书记扶佑军打探了一些情况, 猜测到事情跟陈兴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 葛建明轻描淡写地差了过去, 只想抓住张青阳的一些问题做文章, 这是他今天的目的, 嘴上说着, 葛建明猛地又抛出了一句 令张青阳措手不及的话, 听说你昨晚, 你还和郑光福在一起吃饭? 昨晚因为应酬, 的确是和郑光福一块吃饭, 但当时并不清楚那些事, 而且我和他吃饭, 和工作上的事并没关系。 张青阳心头一跳, 强作镇定地解释道, 坐在一旁的陈兴此时微微皱起了眉头, 葛建明今天这场的是哪出戏? 突然对张青阳发难, 难道是想在这时候摘桃子?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无声, 兴许也没人想到葛建明会突然质问张青阳, 市政法委书记廖东华不动声色地看了葛建明一眼, 心里暗暗坐着计较, 他对张青阳没啥好感, 但如果是面对来自葛建明的压力, 他有必要维护张青阳, 只是此时的廖东华也没急着开枪, 葛建明毕竟还只是刚刚问话, 并没有表露出真正的意图来。 青阳同志, 你确定自己和郑光福没有特别的关系。 葛建明盯着张青阳, 目光不时地看向张青阳旁边的黄胜辉。 葛书记, 我和郑光福怎么会有特别的关系? 他请我吃饭, 我推托不过只好去了, 关系就是这么简单。 张青阳甘笑道, 面对葛建明的目光, 心里极为不安。 张局, 你好像三天两头就和郑光福在一起吃饭吧。 郑光福手下的小弟又或者他娱乐城的生意有什么违法的事情, 你每次不都是只是下面的人不要过问吗? 张青阳旁边的黄胜辉突然毫无征兆地开口, 一语济出, 四座皆惊。 随着黄胜辉开口, 张青阳整个人如遭雷击, 整个人当场正主, 不可置信地转头看着黄胜辉。 一向在局里对他马首是瞻的黄胜辉竟然在这时候对他落井下石, 眼前这位就是往日里对他点头嗨腰, 跟在他后面摇旗呐喊的黄胜辉。 张青阳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不只是张青阳, 会议室里的其他人同样是显得格外震惊, 一个是常务副局长, 一个是副局长, 黄胜辉这是想干嘛? 要在这种场合对张青阳落井下石吗? 此时的廖东华, 神情极为凝重, 目光在黄胜辉脸上打亮着, 偶尔会往葛建明的方向瞟一眼。 敏锐的廖东华已经在猜测这一幕和葛建明是否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今天葛建明突然召集这个常委会本身就不太寻常。 青阳同志, 你对盛辉同志的话有什么意义吗? 葛建明神色淡然, 一起尽在掌控之中。 葛书记, 我不知道盛辉同志对我是否有什么怨恨或者私仇, 今天他这么诋毁我, 肯定是出于私心, 他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张青阳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死死地盯着黄胜辉, 似乎想将黄胜辉里里外外地看个透。 来之前, 他也对黄胜辉要来参加今天的常委会感到奇怪, 但毕竟是市委同时通知的两人。 张青阳也没多想, 最主要的是黄胜辉平常根本没有任何不正常的表现, 在局里对他这个二把手的工作极为配合, 完全是跟他穿同一条裤子。 张青阳也是将黄胜辉当成自己人, 打死他也没有想到黄胜辉会在常委会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上突然倒戈相向, 这让他措手不及。 刚才一跨过来市委的路上, 张青阳还跟黄胜辉聊郑光福的事, 张青阳也没说郑光福死了, 只是说不理的人突然调查郑光福, 今早大清早地又是下达了正式文件, 可见来是汹汹, 这次南州市怕是不平静了, 黄胜辉也附和着他的话, 还跟着担忧郑光福这次能否再顺利过关, 试问刚刚还是那样的情景, 张青阳又怎会对黄胜辉有所怀疑? 葛书记, 我刚刚说的话句句属实, 我拿我的党姓和人格保证, 如果有半句攻击张青阳的谎言, 市里可以对我做出处置, 哪怕是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我也不会有怨言。 黄胜辉眼神在没人注意的时候, 和葛建明有个小小的交流, 而后直接撂下了这句狠话, 会议室再次骚动了起来, 今天这种情况, 还是在座的人在常委会上头一次看到, 黄胜辉, 你公然污蔑领导和同事, 还有什么党姓和人格可言? 真是可笑之极, 像你这样的败类,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早该把你清除出公安队伍了, 竟然还让你这种人渣, 占据着高位。 张青阳气得浑身发抖, 浑然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样的场合。 张青阳, 如果我是公安队伍中的败类, 那你就是败类中的败类, 你自己干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跟郑光福早就同流合污, 沆瀣一气了, 你敢没这良心说没有吗? 你这种人也没资格指责我, 我是人渣, 那你就比人渣还不如。 我在公安队伍待的时间, 也不比你短, 把我清除出公安队伍, 你还没这个资格, 在座还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你把自己当什么了? 你觉得自己手中的权力, 比葛书记和陈市长他们还大吗? 还是你从来就是打心眼里, 看不起市里的领导, 觉得天大地大你, 张青阳最大? 黄盛辉不甘示弱, 和张青阳打起口水仗来一点也不含糊, 公安局早就被你搞得乌烟瘴气, 你任人为亲, 纵容下面的人和郑光福那样的黑社会流氓鬼混, 就你这样的人渣, 根本不配穿上这身制服, 你, 你, 张青阳指着黄盛辉, 说是气得蹊跷声烟也不为过, 心里只剩下了一个声音, 反了, 反了, 连黄盛辉这种以前只配跟在他后面, 当硬生虫的人也敢骑到他头上拉屎拉尿了, 两人此时在市委的会议室里上演着一出闹剧, 让人惊讶的是并没有谁出声阻止, 其他人都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而葛建明这个市委书记更是半句话没说, 陈兴的目光在张青阳和黄盛辉两人身上来回移动着, 最后落到了葛建明脸上, 心里已经有不好的预感, 如果他没猜错, 这一切怕是葛建明在幕后主导, 黄盛辉再演一出戏, 葛建明则是后面那个导演, 葛建明的目的是要在这个时候拿下张青阳, 这跟陈兴的目的是一致的, 但若是由葛建明来主导这个结果, 那无疑是陈兴不想看到的, 他做了这么多, 无非是想将公安系统控制在自己手里, 将张青阳拿下只是第一步, 最终的目的是要将陆明从省厅里掉下来, 一步步将陆明推上公安局一把手的位置, 完成他对公安局的掌控, 而葛建明要是在这时候摘了桃子, 等于是他摆忙活了, 张青阳, 黄盛辉, 你们俩在干什么, 还有没有一点觉悟了,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这里在开市委常委会, 你们把常委会当什么了, 当成你们吵架撒泼的地方吗? 眼里还有没有领导了, 都给我回去, 好好地反省一下, 每人交一份检查上来, 检查就交给葛书记, 廖东华这时候出生了, 怒斥着张青阳和黄盛辉, 实则发火, 暗地里则是要保护张青阳, 他这个新任政法委书记, 虽然对张青阳这个跋扈的手下有些反感, 但在这时候必须要保张青阳, 廖书记, 对不起, 今天我有些失态了, 张青阳挣了一下, 玄机感激地瞥了廖东华一眼, 而后看向葛建明, 葛书记, 我愧对您和在座的各位领导, 我马上回去反省自己, 一定拿出一份深刻的检查交给葛书记您, 你也别急着回去反省, 今天这个常委会, 就是为了让你说明问题, 有问题就把问题说清楚, 我和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愿意相信你的, 但既然盛辉同志对你存在质疑, 你就要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反击质疑, 我想这也是大家希望看到的。 葛建明再次出生了, 一下就打碎了廖东华的意图, 今天这一切由他主导, 不容得别人破坏。 葛书记, 黄胜辉是故意污蔑和诽谤我, 我知道苍白的语言没有什么说服力, 但黄胜辉的确是不安好心, 他嘴里质问我的那些话, 实际上应该说他自己才是。 黄胜辉平常就和郑光福走得近, 和郑光福的关系非同小可, 不止一次跟郑光福在一起吃饭, 两人还称兄道弟, 这一点我们局里不少知情人都能证明。 张青阳集中生智, 反咬一口, 张局, 你所说的知情人怕都是你的人吧, 他们讲的话自然是偏向你了。 黄胜辉嘲讽地看着张青阳, 正当张青阳想反击时, 黄胜辉嘴上又快了一派, 出人意料地承认道, 不错, 我承认你说的是有那么一回事, 但我跟郑光福吃饭, 和郑光福这种流氓投资混在一起, 还不是为了在局里不受你打击和排挤, 我要是不故意表现得跟你一样堕落腐化, 你早就想法子打压我了, 我这几年一直忍着, 无非是想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揭穿你, 只要能让你这公安队伍的败类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就算是跟着受罚也心甘情愿。 黄胜辉, 我自问跟你没什么丝仇, 你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妩媚诋毁我? 张青阳暴跳如雷, 有种被揭穿的气急败坏, 会议室里的门紧紧关着, 负责做记录的工作人员更是停下了笔, 不敢将这些这一幕幕闹剧写进会议记录里, 市委秘书长贾正德刚才早就暗示过了。 耀东华沉着脸, 看向葛建明那波澜不惊的脸庞时, 耀东华猛地觉得那张脸跟只老狐狸一样, 今天这个常委会并不是所有的常委都出席。 李浩诚出国考察去了, 邵华东因为妻子手术请假了好些天到京城去了, 两个本地派阵营中的市委常委都缺席了, 出席会议的九个常委, 葛建明手里掌握的票数明显占了优势, 廖东华的目光落到了市委副书记沈灵月脸上, 这时候, 他希望沈灵月也能站出来, 葛建明的意图已经在明显不过, 要拿公安局开刀, 这是廖东华这个政法委书记不希望看到的, 张青阳跋扈归跋扈, 跟李浩诚也走得近, 对他这个新任政法委书记看起来也不怎么服气, 但张青阳的事是政法系统内部的事, 关起门来可以慢慢解决, 廖东华也有信心以后将李浩诚收拾得服服贴贴的, 但如果是外人想染指, 廖东华就不答应了, 廖东华尽管只是出来乍到, 但也是政法这一块是他的一亩三分地, 容不得别人往里面伸手, 哪怕这个人是市委书记不行, 政法委是归党委管没错, 换成在别的地时, 一个政法委书记兴许也不敢服逆市委书记的意思, 更别说这个市委书记同时还是省委常委, 但南州市的政治生态环境却是决定了其特殊性, 廖东华不敢公开硬顶葛建明, 但便招法反驳一下还是敢的, 刚才让张青阳离开就是他的一个策略, 没想到葛建明的态度坚决, 这个时候, 廖东华无疑希望沈灵月也能站出来, 往大了说, 公安局是本地派固有的势力范围, 如果再让葛建明往里伸手, 那南州市的政治格局真的又会发生一些变化, 面对强势的葛建明, 两边的天平将会发生一些倾斜, 本地派将会慢慢变得弱势, 盛辉同志, 你现在说的这些话可有证据, 沈灵月一直在观察着葛建明的神色, 廖东华刚才抛过来的眼神他不是没有看到, 但并没有立刻开口, 这时候才不慌不忙地出声, 沈副书记, 张青阳的那些作为已经是尽人皆知, 只要调查一下, 是黑是白就一清二楚, 黄盛辉回应着沈灵月的话, 你只需要回答我有没有证据即可, 别给我转移话题, 沈灵月摆了白手, 不客气道, 黄盛辉微微正了一下, 眼神悄悄地往葛建明方向瞟了一下, 廖东华和沈灵月可都表露了倾向于张青阳的态度, 黄盛辉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这次就算是成功将张青阳给扳倒了, 黄盛辉意识到自己恐怕也会陷入困境, 葛建明不见得就会给予他相应的回报, 在上层的领导斗争中, 他极有可能沦为被牺牲的棋子, 但今天走到了这一步, 黄盛辉想要再往后退已经不可能, 只能道, 沈副书记, 如果给我几天时间, 我一定能拿出证据来, 合着你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 盛辉同志, 这里是常委会, 你把我们都当成傻子吗? 没有证据, 就在常委会上信口辞黄, 你觉得你说的话还有一点幸福力吗? 沈灵月严厉道, 沈副书记, 我说的话句句属实, 并没有半句虚假, 黄盛辉被沈灵月盯着, 心里暗暗叫苦, 硬着头皮回答了一句, 没有证据就污蔑领导, 信口辞黄, 你还有一点党性原则和纪律吗? 沈灵月斥责道, 灵月同志, 先别说得这么绝对, 我想盛辉同志也不是不知轻重的人, 他既然敢在常委会上说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该给他自辩清白的机会。 葛建明看了一直默不作声的沈灵一眼, 又道, 郑光福的案子非同小可, 已经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 我们地方政府也必须拿出行动来, 在案子水落石出前, 青阳同志就暂且回避这个案子, 沈灵同志, 你认为如何? 我赞成葛书记的意见, 沈灵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心里暗骂了一声老狐狸, 葛建明这不仅是要在关键时刻摘桃子, 而且还想拉他下水, 造成两人早就达成一致意见的假象, 再加上两人共同的外来背景, 哥给沈灵月等本地派阵营的干部看来, 无疑要认为两人联手要打压本地派的干部, 陈兴料定这是葛建明的算计, 但他还没法反对, 因为将张青阳先架空, 这同样是他的想法, 只不过葛建明齐高一招, 先一步把他算计了, 嗯, 灵月同志和东华同志有意见吗? 葛建明又看向了沈灵月和廖东华, 眼里闪过一丝金光, 沈灵月和廖东华面面相去, 葛建明看似在征询他们的意见, 但两人又何尝听不出葛建明话里那不容反驳的态度, 而且陈兴已经站在了葛建明一边, 两人如果要反对, 等于是自找没趣, 倒不如顺势答应下来, 只能耐把张青阳保住, 让其回避一下未尝不可, 两人眼神交流了一下, 也都读懂了对方的意思, 沈灵月点了点头, 道, 青阳同志回避一下是应该的, 不过我想, 这次案情重大, 不离已经直接接受此案, 为了不让我们地方太过被动, 咱们也该表示出重视, 我提议东华同志亲自负责此案, 东华同志肯定是主抓全局的, 但具体行动也要有人负责吗, 我看盛辉同志就不错, 郑光福笑了笑, 盛辉同志, 你刚才既然说了青阳同志和郑光福有诸多不寻常关系, 那这次就给你一个找出证据的机会来, 青阳同志回避此案, 就由你来抓这个案子, 除了协助不理办案, 你们市局也不能松懈, 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 葛书记, 这样是不是不妥, 葛建明话音刚落, 要东华一下皱起了眉头, 葛建明太狠了, 这是他和沈灵月刚才没有想到的, 还以为葛建明让张青阳回避此案就已经是点到为止了, 没想到现在竟然还把黄胜辉推出来, 没什么不好, 盛辉同志既然敢说出来, 那我们就给其证明的机会, 当然, 我们也不能认定青阳同志就有问题, 但我相信青阳同志是经得起考验的吗? 葛建明冲张青阳笑着点了点头, 他的笑容落在张青阳眼里, 无异于死神的微笑, 让张青阳一阵胆寒, 沈灵月和廖东华表现出了维护他的态度, 但葛建明却更加明显地偏向了黄胜辉, 在场的人, 只要不是傻子, 任谁都能看出, 葛建明对他举起了徒刀, 廖东华一脸阴郁, 在要开口时, 葛建明已经很霸道地一锤定音, 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 谁有意见, 可以私下找我。 常委会结束时, 张青阳当即一脸愤慨地走了出去, 转身时看向黄胜辉的眼神, 那是恨不得将黄胜辉给生吃活剥了, 平日里称兄道地, 关键时刻从背后捅他一刀。 廖东华和沈灵月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去, 两人都是快步离开了会议室, 胜利者只有葛建明一人, 就连陈兴今天, 都被葛建明给算计了一下, 这也是陈兴始料不及的, 但今天他和葛建明说起来, 还是没有什么利益冲突, 两人的目的其实还是一致的, 所以陈兴一直不作声, 除了葛建明让他表态的那句话外, 陈兴保持着沉默, 正当陈兴要离开的时候, 葛建明从后面叫住了陈兴, 葛建明等着身边已经没什么人时, 才笑道, 陈兴同志, 听说你昨晚已经和布里下来的同志接触过, 嗯, 是有这么一回事, 昨晚张青阳带人包围布里调查队伍一行下榻的宾馆, 将郑光福带走, 他们的负责人和我联系了一下, 一起去找张青阳要人, 陈兴点头道, 葛建明看样子事都了如指掌了, 这会却是装着不太知情, 张青阳同志怕是真的和郑光福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哎, 这样一个准备重用提拔的同志要是堕落了, 那就让人痛心了, 葛建明脸色凝重, 满是担忧和可惜, 他刚才不在会议上提这事, 这会在陈兴面前, 却是故意表露出另外一番态度来, 陈兴将葛建明的表现都看在眼里, 对葛建明的演戏功夫端的事不能不佩服, 如果张青阳有问题, 那我们也该庆幸发现得及时, 要不然再让张青阳担任公安局长, 还不知道要造成多大的危害, 陈兴严肃道, 葛建明演戏归演戏, 陈兴也不去说什么, 不错, 幸好是过几天才召开人大会议, 要不然刚任命张青阳担任市局局长 就出了问题, 那可就真成了大笑话了, 葛建明深以为然, 俨然已经将张青阳当成是问题干部看待, 葛书记, 我还有事要忙, 您要是没什么事, 那我就先告辞了, 陈兴开口道, 好, 也没啥事, 你先去忙吧, 葛建明笑了笑, 目视着陈兴离去, 葛建明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嘴角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陈兴刚坐车, 离开市委一会, 常盛军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陈兴快速接了起来, 只听常盛军道, 陈市长, 郑光福死了, 尸体在宁平市地狱内发现的, 死了, 陈兴眼珠子险些瞪了出来, 整个人呆了一下, 常盛军给他说的这个消息, 对他的冲击可想而知, 甚至陈兴第一反应就是, 是不是张青阳一伙人下毒手了?